冰与火悬念流得足足的 几大热门话题就够大家讨论好半天 比如谁是警察内鬼 于总是谁等 接二个我们就来重点说说这于总 证实一下他的真实身份 是不是大家猜测的那样 冰与火中的于总是猛卡的大毒枭 这个真实身份可还行 追剧期间不少观众猜测过 这个于总总是神神秘秘的 却能掌握警局的内部消息 提前安排毒贩撤离 是不是还有其他马甲 然后推理着推理着 就有人怀疑杨兴权就是于总 如果这是真的杨林可太惨了 曾经的曾经杨兴权也是一名线人 因为举报毒贩家破人亡 杨林小小年纪经历了亲妈被杀 亲爸出境 如果没有邻居照拂 真不敢想象她的人生会怎样 许多年后 杨兴权重新出现 杨林已经和邻居建立了妇女感情 成年旧账被翻出 几位当事人都挺尴尬 观众怀疑杨兴权的点 包括但不限于 茶场行动中 于总突然更换货物 杨兴权的杨子杨毅 以及亲生女儿杨林都牵涉其中 当时杨毅作为嫉妒警的议员 亲自参与了部署 因为担心杨林的安全 就想着打电话提醒她一下 杨兴权如果是余总 最简单地化解危机的办法 就是通过杨林提前获取警方情报 在暗中进行谋划 当然杨林是无辜的 从未主动参与任何贩毒阴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毒贩穷姐 她是余总的得力手下 和杨兴权一样喜欢喝茶 如果这处细节还不足以暗示什么 杨兴权自己说过的一番话 就大有深意了 邻居问杨兴权 吴振峰是否涉毒时 杨兴权暗示 吴振峰在猛卡待了三年 干净不到哪里去 却忘了自己流亡猛卡 十几年的事实 综合分析 余总是杨兴权的可能性 还是蛮大的